二点三六五 三百六十五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鼓励你 打开圣经 我们现在看到尼西米记第九章 在这段圣经里面你看到说 一群 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 基督徒 当年神的选民 他们虽然的情况落到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况 对于一个民族来讲 还有什么事情比亡国更悲哀的呢 以色列人当时就是亡国了 他们的国家被灭了 他们被打散到各地 流放到各地 俘虏到各地 他们的情况到谷底了 可是他们却经历神仍然爱他们 神有一个不可能 在他们来看根本不可能做成的事 竟然做成了 他们从被俘虏的各地 回到耶路撒冷 重建了圣殿 重建了圣城 不可能做成的竟然做成了 而这些恩典 让他们里面有一个好像几乎已经被灭掉的一个盼望 又活过来了 那个盼望是 上帝 你会做更大的事吗 你会不会带我回到你的祝福里面 重建圣城已经很大的祝福了 重建圣殿更大的祝福了 但是我们更期待的是 我们可不可以从流亡 从亡国 会不会有一个更大的可能性 我们的国家会复国呢 而当他们带着一个很大的期待 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他们先认真地面对 我们是怎么样走出上帝的祝福的 我们是怎么失去上帝的祝福的 他们一件一件地检讨 我们在哪里出状况 接下来又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也是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需要认真来面对的 他说 以色列人虽然在旷野里面 他们住了一只金牛犊 彼此说 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 明明是这位独一的真人 上帝带我们走出埃及 而他们却说是这只金牛犊 然后后面说 因而他们就大大惹动神的怒气 以色列人非常诚实地面对说 我们是把上帝惹毛了 简单的 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这样 我们把上帝惹翻了 上帝对我们这么好 这么爱我们 可是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却让上帝真的被我们惹到翻脸了 上帝大大的被我们惹动怒气 怎么惹动的 其实就是诗篇里面说 以别的代替耶和华 明明他是独一的真神 我们却说是那个金牛犊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一些别的 好像那个金牛犊一样 别的代替神 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把事业当作神 有的时候我们把爱情当作神 有的时候我们把财富当作神 有的时候我把我人生的梦想当作神 那些东西在我的生命当中 满满的塞满了我的人生 以至于我原先觉得上帝是独一的真神 现在那些东西却让我的心 离神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我求神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重新找回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不再大大的惹动神的怒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